在中国汽车市场上 自主品牌最开始发展起来时 基本只服务于国内消费者 现在国内的自主品牌 已经将自己的市场扩展到海外 越来越国际化的市场线 对未来发展起推进作用 奇瑞一直在中低端车型扎根 高端产品长年空缺 现在奇瑞高端SUV 轩辕出鞘 比WEY漂亮配电子党 仅12万卖H6后悔了 轩辕是奇瑞进军海外市场 和高端品牌的利器 是一款紧凑型SUV 整体尺寸和本贴CRV差不多 牵连采用非常激进的设计语言 车头给人的感觉很厚实 大嘴式进气格杉 以鳞片式进行镀铬 中间一条粗状的银色镀铬条 与车灯里LED日间型车灯 融为一体 尾灯采用当下流行的贯穿式设计 非常动感 车身线条硬朗坚定 双腰线设计让车身层次更饱满 16寸花瓣式轮毂级运动又美观 总的来说 这次奇瑞在整体设计风格上 已经很成熟 在内饰上 轩辕很有科技感 在国产车里很出色 整体布局十分简烈 中控区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 采用悬浮式设计 在位置上向上调整了一些 更加方便驾驶者观看 电子挡杆和沃尔沃很像 有点黑科技即视感 整体采用舒适度很高的材质进行包裹 机皮熔练布置的中控区很有档次 这款车轴距2米7 在内部空间上还是很充裕 头顶空间和膝盖处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可以提升乘坐舒适感 同时配置全景天窗 人脸识别 一键启动 电子手刹等功能 智能化在这款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动力上 搭载1.6T GDI发动机和1.5T混合版两种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混动版纯电动模式下 最高续航70公里不足12万 你觉得值得购买吗